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曾经在五星级饭店 担任粤菜大厨的杨华智 在长春路上开设了一家自己的餐馆 很多掏客慕名而来 都是为了一尝这道经典名菜 广式片皮鸭 杨华智选用的是 油脂比较丰厚的樱桃鸭 做成了一鸭两吃 在鸭肚当中填入了鸭盐还有鸭酱 外表淋上了醋水去烘烤 然后再用热油浇淋 吃起来皮酥酥脆脆的肉很鲜嫩 另外搭配三星葱 用全麦饼皮包裹着吃 更增添风味 剩下的鸭肉可以跟XO酱 跟香菇跟鲜笋 拌炒成鸭松 用生菜包着吃 鲜酥够味 油亮亮的烤鸭一上桌立刻吸引众人目光 焦糖色的外皮一到片下 还会发出咔嚓咔嚓的爽脆声响 饮的客人是警呼连连 这道广式片皮鸭就是这里的正殿招牌 烤鸭要美味 从挑选鸭子开始就很有学问 这个鸭是选用宜然的樱桃鸭 它的重量差不多在3.5公斤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鸭肉 它特别的宽 特别的肥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这个够肥的鸭 烤出来的鸭油脂才会多 吃起来才不会干柴 广式片皮鸭的特色 就是用海盐 糖 五香粉等辛香料 调成特制的鸭盐 均匀涂抹在鸭肚里来增添风味 再以海鲜酱和抹齿酱调成鸭酱 鸭酱我们会看到有这个蒜头酥 这个熟的蒜头酥跟生的蒜头酥的味道 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用熟的它香气比较足够 那我们这个海鲜酱跟我们这个抹齿酱 这个是比较港式的一个酱料 在台湾一般的市场上 比较少见的酱料 也是这个港式片皮鸭跟一般的烤鸭 不同的一个部分 再填入江葱 缝合鸭肚封口 接着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步骤 吹气 主要灌气是要让它在烤的时候 我们这个皮跟肉分开 它在烤的时候皮下的油脂会往内流 所以它会做一个对流 让它的这个油脂跟这个皮分开 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它里内部的一个加热 让这个皮更脆 还要经过汆烫在降温 接着浇淋上醋水 李哲松说 烤鸭酥脆的关键 就在醋水的比例 就是加麦芽糖 绍兴酒 还有水去做调和的 那醋水的比例就是 攸关于我们烤的温度 跟这个皮的脆度 那如果你的糖的比例太高的话 烤的时候容易黑 那醋的比例如果太少的话 烤起来又不够脆 淋上醋水的烤鸭 还必须风干一整碗 接着放进烤炉烘烤 为了让外皮更加酥脆 烤好的鸭子 还要淋上高达200度的热油 瞬间香气四溢 外皮被炸得金黄焦酥 仿佛焦糖一般的色泽 光看就令人垂涎 师傅俐落地片下鸭皮和鸭肉 鸭皮酥香爽脆 油润喷香 鸭肉多汁鲜嫩 一点也不柴 一全麦饼皮包裹 丰富的口感也较不油腻 还尝得到清醒的葱香 和饼皮淡淡的麦香 总是令人回味无穷 它就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 它的皮很酥 看起来很油 可是吃起来不油 然后非常非常地好吃 很多汁啊 它是有层次的味道 香气在 然后鸭的味道都在了 剩下的鸭肉切成小丁 还可以做成第二吃 我们剩下的鸭肉的部分 我们把它的鸭胸的部分 把它取下来 把它切成小丁 搭配一些笋丁啊 香菇丁 羊地瓜丁 去做一个SO这样的拌炒 拌炒就加入一些蚝油去调味了 炒到喷香的鸭松香气逼人十分够味 用生菜包着一起品尝 香酥不腻越嚼越香 这间看似普通的中式小馆 其实里头卧虎藏龙 仔细一瞧 在店里亲切招呼客人的 正式知名的粤菜大厨 杨华智 来自香港的他 曾在多间五星级饭店 和知名粤菜馆担任主厨 但他一直希望 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餐厅 于是他找来五星级饭店的年轻名厨 李哲松掌勺 让客人能在小馆里 用平时的价格 就能尝到五星级料理 他的拿手菜蒜香黄皮鸡 同样令人怀念 那这个是水后花冬 饰养的黄皮鸡 那你可以看到它 还没烫之前 它的这个皮下这边 就非常的黄 油脂非常的厚 那这个鸡肉本身的鸡肉的 一个肉脂非常的肥美 然后非常的甜 为了不让鸡皮紧缩 影响口感 下锅时要先上下来回汆烫 等到鸡汁适应温度 才放下锅闷煮 李哲松用自己炼的鸡油 加入蒜泥和炸过的蒜酥 调成喷香的蒜蓉酱 焦零在黄皮鸡上 玉米般金黄的鸡皮与肉之间 有层香鱼的脂肪 滑嫩爽口 鸡肉带点酸香提味 更凸显肉质的鲜香软嫩 就是很香 因为没有那个蒜的辣味 肉很嫩 可能鸡油胜选过 对 所以它就是还蛮好吃的 老饕必点的梦幻食材 还有来自西班牙的伊比利猪 号称是劳斯莱斯等级的猪肉 带有淡淡的蒸果香气 因为肉质鲜美 在清一色中食菜单中 加入了西式猪排 这道一比一猪排 我用的是可以看到 52度的温度 那我必须要有 4个小时的低温烹调 才能让这个酥肥的效果 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呈现 经过酥肥 让猪肉变得柔软香甜 把表面煎到金黄油亮 才能逼出香气 猪排外酥香 内柔嫩 肉质好鲜甜 满嘴的肉汁 丝毫没有腥味 搭配红酒酱汁 让风味更有层次 表皮是酥的 里面却很多汁 而且很嫩 你咬到嘴里的时候 你吓了一跳 这么嫩这么好吃 有双明厨坐镇的小馆 以平时的价格 扎实的功夫 烧出一道道经典月菜 惊艳可人的味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